日本首相菅義偉表示 原本以為採取短暫且有力的緊急狀態 能夠控制住日本的第四波疫情 然而 在東京和大阪幾個主要城市 新增病例依然高居不下 週五當天 東京新增病例為907例 而大阪為1,005例 因此 日本將東京等4個地區的緊急狀態延長3週 至5月31日 屆時 距離7月23日開幕的東京奧運 只剩下不到2個月的時間 歹頓 歹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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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歹路